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解决教会中的一些什么乱象 每一个正统神学都不是为了寻求正统而正统 都是因为面对教会内的什么问题 我们要针对问题寻求神的恋灵光照来帮助我们 所以在文州的有一个叫郑大佟老师 他就说现在大陆教会了 我们不敢说北美的教会 教会资源什么私有化 成了他个人的成了他家用的 成了他世世代代的就像秦世皇义一样 秦一世 秦二世 秦三世 世世代代 无求什么 敬业 然后我们看到同工团队什么 帮会化 帮会你知道在英文叫secret society 就是秘密什么会社 秘密会社的特征是什么呢 人际关系尤其是人员选拔上不常态的 到底谁有资格担任同工 按照什么程序应当是有那个accountability和transparency 应当有那个问责性和透明性 但是他们就是一个人说了算 只定是谁是谁 你谁也猜不透明 另外当然也包括资金的方面 就像我知道一个传道人 资助中国大陆 某个团队 很多钱 然后问带领人的时候 带领人说 钱从哪里来 钱向谁交账 你看这就无法无天 没有任何和什么交账 这个钱是来自上帝的 怎么花的 上帝知道 我告诉你干啥 这就是会道门头的 秘密会社的 洪秀权就是这样 洪秀权你要知道是基督教的 而且洪秀权是拜上帝会的 而且洪秀权在面貌上也看着是真心的 而且是很多西方的玄教是什么 而且他们是艰苦卓绝 从战争从影响上来讲是无缘佛界的 他们都在泥腿子 然后打败了大清王朝的什么军队的 很多时候在没有得胜可能的情况下 大打什么得胜的 那是不得了的事 身际骑士也是不断的 所以说我们不要从成功 从国效 从人数 从影响 这些方面都可参考 但是这些不是终极的标准 人际关系是什么 功利化 之所以让他当同工 有用 刚到教乎地来 就把他提拔成同工 为什么呢 拴马装拴住他 给他个事他就不会走了 你就看到了 哥 大叔 大爷 难道这些就比牧师长老更属灵吗 你就知道这是帮会 这是中国帮会 哥老会的 但是这些风气不知不觉也会渗透到什么 教会 我们不要觉得教会就是分别为圣的 分别为圣的教会是指圣而公之教会 无形的教会 普世的教会 圣服拣选 圣子救赎 生命更新的 但是世上的教会 既有麦子也有什么 白子 有时候白子长得比麦子还好 有时候麦子长得像白子 真假什么 难辨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为真理发热心 一看他就是白子 把他耗出来了 你耗白子的 结果把你自己也耗掉了 可能你也是个白子 先不要这样发热心 先自己打嘴 我知道我信的是谁 有深信他必能保守我交托什么 交托他的 所以关键我们不是把别人当作白子给耗了 关键是我们自己 就像我一个教授 他这个门上他就写了一个英文 我现在英文都忘了 直到翻成中文 就说基督徒的关键不是把别人定为一端邪说 不是把别人当作白子耗了 二是说我们要是麦子的话 应该长得比白子更好 我们要比他们更有力 更有智慧 更有远见 更有艰苦卓绝的精神 这些方面我们要得胜 使我们胜过世界的 不就是信耶稣是基督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得胜得荣的观念 天天不战而败 天天拱手相让 那世人是看不起的 这不是世人看不起 是终极是上帝看不起 耶稣说 盐却丧失了什么 盐味 就被上帝让人踩在脚下 所以那个英文是非常有意思的 You are good good 哪地方好 good for nothing good for nothing 就是废物 就是没有什么任何功用 所以圣经中讲的信仰 是非常的理想主义 圣经中讲的信仰 是非常的实用主义 理想主义 愿你的名被尊什么 不是 这个实用主义 现实主义 我们日用的也是 今日什么 吃给我们 所以既要有那种高标意义的追求 又要有那种脚踏实地的座 在这理想和现实之间 始终存在一个战略 这样我们才能够呼求 愿你的国不断的 什么 愿你的执意不断的 什么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什么 天色 所以阿古斯丁讲到教会问题的时候 说在基要问题上 以三手 要同心什么 合一 unity 然后在非基要问题上 要求同什么 存意 diversity 但是在各种问题上 都要存爱心形式 古典的那个爱 是指terity 仁爱 但是无论如何 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 也是很难 为什么呢 你认为是基要问题 人家认为是什么 非基要问题 哪怕是基要问题 你也不一定特别的求同 为什么呢 就像有一个神学生 名牌大学毕业 在美国上神学 然后和中国大陆的一个传道人 打架 他说他是异端学术 我说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 你也没有和他牧羊的责任 另外他是什么水平 他刚刚初中毕业就出来传道了 我说你这不是大炮打蚊子吗 哪是一个灯亮剑 你会欺负人家吗 他既没有世上的学历 也没有上过神学装备 他就是想讲几句话 然后你就抓住他不放 就把他打为异端分子 你应该去帮助他 或者是不要理他 你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 这些方面 确实需要什么 智慧 今天教会缺乏的就是智慧神学 所以当所罗门向上帝祷告 上帝向所罗门显现 所罗门你求什么 他今天说主啊 让我光传福音 所罗门说求主赐给我什么 智慧 好使我能够判断 判断判断 判断力 是至关什么 重要 所以说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 他写的一个求智慧的祷告 他说主啊 赐给我忍耐之心 使我能够贪然 忍受 那不能改变的 但是也要赐给我勇敢之心 使我能够改变我 能够什么 改变的 但是在这一切之上 求你赐给我智慧之心 使我能够明白 分辨 何谓我能改变的 何谓我什么 不能改变的 那愚昧人就是 照着自己不能改变的下方 想改变上帝 想改变真理 想改变法则 想改变整个什么 世界 但是未都不想改变他什么 自己 有智慧的人 求你开恩可怜我 这个什么 我要从我做起 从我的悔改做起 我要从小事做起 我要从眼前你赐给我的什么 做起 而且你赐给我的 你带领我的 在家门之地 我心满意识 我相信上帝不会亏待我 哪怕在苦难中 哪怕被剥夺 哪怕被打烊 上帝你都让万事互相什么 交流 所以说这个求智慧 是非常重要 所以保罗讲 说在这个明白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 但是今天你要问很多人 甚至很多学生 学生 什么叫智慧 大概一般人回答不出来 智慧从传统的神学的角度 讲两个诚实 一个是wisdom 真正的智慧 那是认识人生终极的目标 那是知道人生终极的幸福是什么 当然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 认识你 独一的上帝 并且认识你所拆拦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什么 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 意外 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 所以说我们人的一生 不管你信主也好 不信主也好 是生不带来死不什么 但是这个拉撒飞都是非常有限 转眼成功 但是我的心啊 你到底为什么在我里边伞你 我的心啊 你一生一世到底在寻求什么 到底什么能够满足我们心灵 无限的渴慕 那就是唯独谁啊 神兆万有 有个案其实又将永生放在人的什么心里 这种渴慕 嘉尔文称之为宗教的种子 就是人的心中都有那种形而上的渴慕 人的心中都有这种宗教的倾向 当苏仲博喝酒的时候 也说明月及时有 拔酒什么 吻清天 这喝酒还是有境界的 不是哥们喝 不是说明月及时有 这个问题很高 很深 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 是一个宗教的问题 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喝吧 这就说明既有理想主义 也有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明月及时有 解决不了 现实主义 喝 所以 喝酒也有境界 诗人 诗人 这些 诗上写出不修作品的人 都有形而上的什么 修行 而是都是在他的作品中隐含的那种 对神秘 对无限 对永恒 那种渴慕 那种追求 那种什么 亮光 所以你要看油画作品 特别是古典的油画的作品 它总是有个亮点 有个远景 把人引到什么 远方远方远方 甚至这个建筑 不管是洋葱头的 还是那个尖塌的 都是把人的眼睛引向什么 无垠的天 引向 远远远 超越时空什么 直向 所以 弟兄姊妹 当我们讲到 智慧的时候 一个是在我们身上的智慧 就是说 未认识真理而认识真理 未认识上帝 而认识上帝 我爱上帝就是爱上帝 不是因为有好处 不是因为有坏处 那上帝我单单的想什么 认识你 我得着你为什么 来自保 那就是圣经要讲的 国书不结果了 卷中没有羊没有牛 我的心要依上帝什么 为乐 所以清教徒神学中 维斯宾的小教理文章 第一文章就讲到 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 这就是关于人生幸福的 荣耀上帝 以他什么 为乐 知道什么 永远 所以 智慧本身不带有时空性 智慧不带有功利性 智慧就是为之而知 为真理而真理 为上帝而上帝 我的好处 不带他什么 以外 这才是纯之又纯的大智慧 大幸福 大喜乐 所以彼得讲的说 我们虽然在百般的患难中 但是因这信耶稣 就有到说不出来的 百般的什么 大喜乐 今天我们没有大智慧 没有大境界 也没有什么 大喜乐 天天觉得 我又为主受苦了 又受逼迫了 所以尹海光 台湾的一个哲学教授 也是民运人士 后来也信主 他说高贵的灵魂 是不谈自己的苦难 一个人总是把自己受的苦 挂在嘴唇上 总是把十字架挂在眉头上 这就难免有种宗教表演 和操作的什么 显影 高贵的灵魂是不悬然 不高举自身的什么 苦难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 这叫theoretical wisdom theoretical wisdom 就是认知的智慧 真理的智慧 理性的智慧 理论的智慧 求知上的智慧 为知而知的什么 智慧 不带有任何功利性 不带有任何时空性 不带有任何现实性 而是纯粹是为知什么 而知 为艺术而艺术 为学术而学术 为真理而真理 但是你也知道 中国历代 有没有这种精神 但是其实讲的是 practical wisdom practical wisdom是什么呢 既然我知道 人生的终极 人生的目的 人生的首要目的 人生的归宿 就是认识上帝 得着上帝 以他为乐 我怎样才能够认识上帝 我怎样才能够荣耀上帝 我怎样今生今世 就活得以上帝为乐的 这种至高的 形象的 纯粹的 超验的 不受任何时空影响的 这种境界之中呢 这叫实践性的什么 智慧 实践性的智慧 我们用圣经的话来说 信道是从什么 听道来的 这个听道 这个听课 这个圣经 圣徒相通 基督徒教育 神学学习 这就叫 means of grace 就叫蒙恩之道 或者是 得蒙上帝恩典的管道 和什么 信 所以说 终极的智慧 在于认识上帝 认识真理本身 而得着这种真理 得着上帝 更加的竭尽上帝 所使用的工具 特别是指读经了 祷告了 默想了 基督教的教育了 甚至一个好的 敬天的家庭 好的一个教会 好的一个国家 都能够帮助到人 更多的 更深的认识真理 认识谁啊 上帝 所以说 加尔文在 基督徒敬天学的第四卷 他最终讲的 不是个人的经历 甚至不是个人的得度 他讲的是两大 上帝赐给的 制度性的蒙恩之道 制度性的蒙恩之道 你自己读经 你自己受益 但是如果这个教会 规规矩继续 按照次学行 有好的信仰 告白 有好的智力章程 有何时的 爱助爱人的牧师 那么不光一个人得意 很多人什么 得意 所以教会 国家 被加尔文称之为 上帝赐给的 两大制度性的蒙恩之道 所以如果我们生活的 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家 那我们就更多的 有信仰自由 有宗教自由 有学术自由 言论自由 迁徙自由 但是你出生的北朝鲜 甚至是中国大陆 很多地方 你没有基本的迁徙自由 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 所穿的就是什么 奴隶 现在全世界 一个最大的谎言 就是现在都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全世界人都不是的 现在全世界 很多人是奴隶的 他不是个人的奴隶 他是什么 政党的奴隶 他是国家的奴隶 国家让他灭 他就灭 国家让他生 就让他生 让他 计划生育 一个夫妻 一个什么 小孩 计划生育不行了 大国空差 赶紧生育 都是他讲了算 所以你就看到 这些专制政府 过去说 从摇篮管的什么 坟墓 现在从人的子宫都要管 所以在高科技下 装备的集权政府 就比过去的皇权专制 还要入乎什么 天意 那就像秦始皇再专制 他也不可能跟踪追击 他没有那个手段 但是现在这些数据化 高科技化 人连识别 化石 你无所逃遂 在他面前没有任何安全 没有任何隐私什么 可以 所以说这些方面 身在二十世纪 二十一世纪 你要知道很多的人 沦为国家的奴隶 最明显的 当然就是没有基本人生 只要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信仰自由 你就是奴隶 你的脑子 你的信仰都被人家 牢牢控制着 那你不是奴隶 你是什么 第二个 那些依靠国家福利的 那也是国家奴隶 那你离开国家福利 活不了 你就天天等着政府给你开支票 然后来了福利 你就海吃海喝 最后再继续要福利 就成为别人的票仓 就成为这个政客 操纵利用了什么 工具 但他从来不给你工作 从来不给你教育 从来不让你个人活出什么 尊严来 让你始终 依靠他的政策 依靠政客 那也成为国家的什么 奴隶 你不要认为只有在 北朝鲜才有国家奴隶 在美国也照样什么 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 好 然后我们看到 在这个 当我们想到三元河流 甚至包括雅和伯经学的时候 我心中一个很大的感动 就是说 要天国心 中国什么 起 有这么一首歌 可能很多人会唱 求主赐我什么 一颗中国心 我说别吃你中国心了 你中国心够强的了 正天想着统一 正天想着大一头 正天想着大国崛起 正天想着中国梦 只要你心里喜欢吃中国食物 中国味就是中国心 拿都拿不走 但是关键是先求什么 神的苦 现在很多中国基督徒 尤其是我们来自大陆的基督徒 被洗脑洗残了 然后说这个台湾分裂 打不打 一定要打 香港独立 不行 是谁让你说不行的 行 谁让你说行的 说行也不对 说不行也不对 因为什么 你是被洗脑 你是被脑残了 你不根据原则和真理做出谈论 你说是是奴才 说不是也是奴才 都是被人灌输的 没有独立判断的什么 能力 你看到人家有一个人 为香港教授 香港教授怎么回答的 说香港青年 很多人想搞港独 教授先生你怎么看 教授先生说 今天我们不要讲 很多理论和思辨了 都是公舍公理 婆舍婆友理 但是我们举一个比喻 我们自己一个孩子长大了 他不愿意住在自己家里 父母要打死他吗 父母不能吃吗 他长大了 他愿意分家过 可以不可以啊 甜甜甜甜甜 他可以啊 那抢牛的瓜什么 不甜啊 分的都和你住在一起 才是幸福嘛 国家大就一定是幸福嘛 国家小就一定不幸嘛 瑞士 比利时路 很多小国家 不也是很幸福的吗 那大国就一定 一定伟大嘛 大国可能空前的残暴 可能空前的残酷 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什么 集中营 但是我们也不要反对大国 大国也好啊 美国也很大 加拿大也很大 澳大利亚也很大 俄罗斯也很大 所以我们既不要主张大一统 也不要反对大一统 但是你总要想 生前路怎么行 我们应当先求什么 神的国 先求神的什么 我们不能够为国家 牺牲个人什么 人权 那就是我们就把人 活生生的人 给这个国家这个立位坛 还怪兽献祭 那这也很可怕 所以这些方面 我们总要心意什么 来更新而变化 确确实实是神的国 神的意义 而不是一生的国 不是美国 不是中国 要更多的小处 我们所在的民族了 文化了 利益的影响 所以说中国人要有一颗 天国心中国情 容易不容易啊 不容易 你就看到很多教会 哎呀 中国教会要解过福音 最后一棒 为什么你解过最后一棒 谁让你离开你就不行啊 我姓圣儿公这教会 不是我姓中国教会的 哇 你学神 学神 一定要回中国大陆服侍 不回中国大陆服侍 就不合乎神的旨意 谁 这是天赋世界 上帝呼召我 在中国大陆服侍 就中国大陆服侍 我也不需要告诉你们 上帝呼召我到非洲 上帝呼召我到美洲 到哪里去 这是天赋世界 世界大和去的 那我上帝呼召我 不是说你呼召的 不是中国呼召 不是中华民族来呼召你 是上帝呼召的 那你不知不觉 你就看到人开始什么 狭制民族主义 国家主义 这些那个捆绑 就牢牢地捆绑人的良心 然后我们看到中国几千年就是皇权专制文化 暴君苦力 在英文里说 divide and rule 叫分而什么 知识 这个专制君王的通知术啊都是权 抓权 第二个是术 权术 第三个怎么样 造势 叫你这个一见他不见他就心里下的什么打朵术 叫你就放弃甘心乐意的什么做奴隶 这都是什么造势 权 权 术 术 那权术中啊帝王术最重要的是既要用忠臣也要用什么坚臣 要用两拨人两拨人最好让他兜什么打架 然后这样都靠谁啊都靠我 黄帝有的时候杀杀忠臣的威风 用用奸臣不要让忠臣太骄傲了 不能不听话 有的时候杀杀奸臣然后伸张正义 也都挺好 黄帝两手玩的都很短 这是很可怕 这都是全素的 中国人严格而言没有几千年没有真正的政治 中国人讲的政治就是我们就说的很不好 政治就是男人 你就看中国几千年政治男人怎么管理人怎么治人 劳心者治人 劳理者什么 治愈人 怎么搞玉米政策 怎么打江山做江山 根本不把老百姓 不把人放在什么 都是炮灰 都是权力工具的 可以用 可以什么 不用 和这些方面 我们中华民族要深刻的认识悔改 你就看到德国人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那就全世界多少年了德国总统经常下会 德国人经常悔改 包括日本人也经常道歉 日本人也给中国政府赔了那么多钱 当然咱们报纸上都不讲 当然咱们报纸上都不讲 但是你看中国害了 秦始皇坑了多少人 秦始皇同意中国 光那个坑当时的人口那么少 硬硬的坑啥六十万 那中国三年大灾荒 以下就饿死三千万四千万 那文化大革命一个亿人受害 当然不是全死了 就一亿人受害 这是多大的暴行 他之前没有人注意 中国人也不注意 那就是说明 不管是死去的人 没话说了 活着的人也不接 人命 人格 见不见 空见不见 这些方面 我相信我们中华民族要 要中国人 大陆人 我们要深刻地认军什么 毁改 这个杀人流血的罪 太重了 太不把人当作什么 人 而且很多基督徒 很多基督教也不把人当作人 所以圣家讲的时候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一个什么 新造的人 你就看到很多人 有一次 有一次一个弟兄 请我晚上到他家聊 一起吃点饭 六岁的小孩在旁边 拉着父亲的衣裳 爸爸牧师还吃饭吗 他就觉得做牧师的 就不食人家烟火 牧师也不是人 是谁家 所以都是这样 教会的勤牧师 也不给人家薪水 也不给人家身份 干什么呢 让他扬放上帝 影响他的信心生活吧 这些都是很可怕 很无耻的 不把人当作什么 人 不把别人当得的什么 规定别人 所以中国人也不理解十条戒命 十条戒命说 honored by parents 我们翻成什么 孝敬 不是孝敬 那地方就是尊敬 尊敬 中国人的孝敬就是养牢 这跟养猪一样 那很多人养牢 其实就是一个庭 让他活着 但是并没有发自内心的 要甘心了一个真正给老人什么 honor 容易 所以讲到上帝的时候 我们要 要敬为上帝 但是讲到人的时候 honor system 要尊重 要尊重 要有一个容易感 要使别人活的有容易 要使别人死的什么 也有容易 有尊重 你就知道中国历代之中 包括中国现代 你说我在中国寻道 我想做烈士 你要寻道 你要做烈士都做不成 因为他折磨你 他给你事情苦行 搞得你人不人 鬼不鬼 活不了 死不了 你想做烈士都什么 做不成 那就是刑训什么 逼供 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 honor system 没有honor system 所以我第一次 我从北大毕业 从人民大学毕业 从政法大学毕业 都是好的名牌院校 我们知道都是把老百姓 把学生当作贼一样访的 我第一次到牛津大学去访学 那人家就给我一把钥匙 我一看 哎呦一间房 还有一个洗手间 我说北大的博人生 就两个人一间房 我说我是一般的法文学者 就给我这么一个 很体面的一个住房 然后说再给你一把钥匙 每个到地下都是图书馆 图书馆就像这个图书馆 比这些书还要多 然后就放着卡片 你看什么书 你想见什么书 有没有荣誉 有没有荣誉 有荣誉 就把人当做什么 人 他首先不是把你当做贼 中国图书馆整个制度 是把人当做什么 贼 没有荣誉的 没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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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誉感 所以共和国是建立在荣誉的基础上 共和国是建立在高贵的品格的基础上 没有高贵的品格 没有高贵的品格 你再发财再当官都是土豪的 不可能是真正的奴宝是真正的高贵的品格 富而不贵的 这个方面教会我们要严重的悔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蒙昭为圣徒 是君君的祭祀 圣节的国度 属上帝的什么子民 上帝呼召我们先知祭祀与君王 我们应当在品格上 就是圣经上讲的 你们是君君的祭祀 圣节的什么国度 属上帝的子民 要彰显的照我们出黑暗 如奇妙光明者的什么 美德 但是我们常常活得没有尊严 没有容易 活得很威胁 活得很没有气质 还没有气概 还有窩囊 那就给我一个朋友 也是一个学生 他请我 他是做牧师了 然后请我去讲道 讲道完了以后 后来这个 这个国家有关部门找我 那谁找我 我都都是平等的给他们谈话 他说你看你那个学生 你那个朋友 我们去找他 王志勇牧师是否来 你来讲道 没有没有 王志勇没来 他瞪着眼撒谎 他认识我们不知道 因为安全局的保卫局的都是傻瓜嘛 哪个他不知道 哪有不知道的事 他说没来没来 我也不好意思 我说哎呀 主要是 我说你们这个 作为作福惯了 把老百姓都吓坏了 然后他就讲道说 哎呀 王牧师 你不能够再给这个胡适根长老 祷告 不能够称他为长老 我说他是长老 是教会认可的 是按照神的旨意安利的 他也没有违背神的律法 没有犯罪 你们这个 因为他的言论 因为他的政治 把他当作这个颠覆国家政权 就把他抓起来 难道让我们教会 难道让我做牧师的 也要轻看他 也要不再纪念他吗 我说这样做 你觉得 够做一个基督徒 做人 应当这样做吗 他马上就道歉 对不起 王牧师 我们确确实实 不应当要求你这样做 因为要求你这样做 就 危害 强害你的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说 哎呀医学人家 你不要讲他 我们就不要讲他 不要做了 那就做奴才了 不知不觉就做奴才了 所以有一次我坐飞机到达 从宁波到福州去 快上飞机的时候 福州的牧师打电话 哎 王牧师 你别来 为什么 因为公安局来了 公安局来了 你不让我去了 我说公安局来 我也要去呀 公安局来了 走没走 走了 我说你再去找他 你告诉他 我们是教会 我们就要讲道 我们就要请人分享 我们就要学习 这是我们的权利 我们就要讲 而且你也可以来听 你穿支服也来也可以 你不穿支服来也可以 我们不是秘密回事 我们不是颠覆国家政权 我们是摄影公知教会 我们是光明正大的 那后来我们还是照样讲 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虽然 就是说 就是我不是说高级 就是说我们要 要有那种圣徒的什么 胆药 要有圣徒的什么 气章 尤其那个官安局 王牧师你回来又传道 是啊 我说传道授业解惑 故于有之 他说你是有信仰 我说共产主义不也是个信仰吗 你我们基督教信仰 共产主义也信仰 我说打开窗户说亮话 我说我传的 我讲的是圣耳宫的 是合乎圣经的 是历史的正传的 是写成书的 是发表在网络上的 你可以来听的 我也可以到那里去讲的 你不让我们这些讲的 圣耳宫的牧师来选讲 那就是秘密会社 那就是洪朽全室的人物 那就是国之将王必处妖孽 最后你就捅不住的 那些真正传假道的人 他不是公开的 他是秘密什么传假的 他说王牧师 王牧师你这样讲 让我们改变了对基督教的看法 应当让好的基督教 应当让好的传道人来传 因为他挡不住 我说你如果你把基督教灭了 你也没有工作了 我也不来了 反正都灭了 那你灭不了他就在传 传的时候或者是传好的版本 或者是传坏的版本 你喜欢传好的版本 还是传坏的版本 是啊 那坏的版本是法不是什么 圣法 你挡也挡不住 那好的版本你可以随时监督 随时听 随时询问 执法很容易 所以他们就讲 不怕教会公开化 就怕教会秘密化 那秘密化你就仿不什么 而这些方面 我们总要培养出 要有圣徒的什么方法 要有那种判断力 要有那种智慧 要有那种应对 要有那种传道人 要有那种传道人 人家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天上人 从哪里来 天上来 叭叭叭叭打过去了 你这是为主受苦吗 你这是没有基本常识 你公民 那警察来问你 你就要实名实信的 我是谁 我住哪里 甚至身份证 那都可以 按照执法程序 该配合的就要什么 配合 那有一次有个人问我 王牧师哪个朋友 谁谁安排你来的 我说一个朋友 请我来的 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我说你写四个字 无可奉告 我说我的朋友请我来 我告诉你 你好意思问这个问题吗 你好意思让人出卖朋友吗 这样的人你觉得有公民资格吗 这样的人和你对话和你做朋友有意思吗 这样执法没有意思 这不是人找见人 人出卖人 如果我们执法人员 我们做律师的做牧师的练 基本的人格尊严都没有了 那还活着有什么意思 执法有什么意思 做牧师做基督徒有什么意思 我说你执法也是很难 但是不要紧 你执法按法 一事实位 根据你法律位置 该抓的抓 该歹的歹 该罢您的罢您 这个没事 这个都敬重你 配合你 佩服你 但是你不要执法犯法 不要伤害 伤害公民的人格和尊严 那是丢人的不容易 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尊重对方 但是我们还要坚持我们的原则和什么 立场 到一个地方去 我们下次不希望见到你了 我说不希望你来传道了 我说你不希望 你不希望见到我 我还希望见到你呢 我说人和人见面 又彭从远方来 不亦乐福 他说你来非法传道 我说非法传道 那还要尊重 还要温和 但是也有立场 也有愿解 这些方面确实需要什么 智慧 需要我们不断的 把专制大厦的砖瓦抠掉一砖 抠掉一瓦 从我们做起 说不定 我们哪一时的抗争 哪一时的爱心 哪一时的祷告 就是牙垮骆驼的最后一根 什么 稻草 这个专制的大厦就这样 在这种文明的 渐进的 对话的 尊重的气氛中 就轰然什么 到达 所以这些方面 我们不必斗争 不必流血 不必对峙 但是不要丧失了 我们的气节和什么 立场 少少弟兄姊妹 我们当讲到说 亚和波经学与山源河流 这个方面 亚和波经学可以强调这个爱 首先我们强调几个方面呢 第一个方面 是上帝的大爱 现在我们人更多的是强调 人的什么 爱心 强调是我们自己的什么 爱心 但是圣经中是强调的是谁啊 是上帝的什么 大爱 所以在罗马书中讲到 没有任何受到之物 可以使我们与上帝的爱 什么 歌曲 甚至我们在与上帝为敌的时候 上帝就差派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什么 十字架上 神的大爱在世上 什么 写明了 但是我根据我的研究 我相信也是合乎圣经 合乎大公教会正传 我们要强调爱族爱人的约法 王牧师你为什么这么强调 圣经第一部分书卷是什么书 约法书或者叫律法书 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 圣经前五卷书是什么书啊 律法书 不是分音书 律法书 不是先知书 不是历史书 不是智慧书 是约法书 是律法书 这些人是宣定了自识的根基 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则 导德界有道德界的法则 西陵界有西陵的法则 你违背的法则 你持的日子必定死 所以有的人就废除死刑 或者一点原理就有死刑 你连地狱也废除 你有权命 杀人偿命 借贷什么 还钱 凡流人学的 他在学必被人所留 凡童刀的必死在什么 刀相 这是上帝设立的法则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第二个部分 是Profit 先知书 按照犹太人的划分 先知书 第一卷先知书是哪一卷 考试 以赛亚书 这个字没回答的 是约书亚 因为摩西去世之前 为约书亚什么 祷告 那个恩高充满摩西的灵 充满谁呀 约书亚 然后约书亚就成为摩西之后的先知 甚至是君王室 所以上帝在约书亚中 记录去向约书亚什么 说话 直接向他说话 所以约书亚寄游的时候 我们归入历史书卷 但是按照犹太人的划分 耶稣讲的律法书 先知的书 和诗篇上的话 这就是党时代 耶稣的时代 旧约圣经就分成三个部分 现在犹太教也是分成三个部分 讨论律法书 然后是先知书 然后其他是圣著 以诗篇为开始的圣著 所以就看到律法书 毫无疑问就强调律法了 今天我们也很少有人能够解释 你比如说 律法书的第一卷 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呢 其诗上帝创造天地 那我们今天要解经的话 我们说创造论和进化论之争 这都是扯经胡扯 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会讲进化论 那时候会有进化论和创造论之争吗 没有 小家的脑袋瓜也没有 你看前文看后文看都看一遍也没有 你不关这个问题现在怎么存在 圣经都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这个摩西在旷野中 上帝默示他写摩西五经的时候 那这个上帝默示他的心态 那需要是什么呢 一个大问题 这个犹太人 出埃及 金矿野占领贾南地 甚至把贾南人赶走 把贾南人赶进什么 杀绝 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就像今天美国 那白人甚至包括我们黄种人 我们生活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 应该把土地还给印第安人 有没有人这样说 有没有人 这就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但是这种合法性的问题 如果不归回圣经 不归回上帝 没法解决 为什么呢 印第安人之前就是说 那印第安人也肯定不是最原初的原住民 那印第安人又从哪里来 有的人说 印第安是从中国 中国人跨过这个白领海峡过来的 当然这都是中国中心而已 但是无论如何 这都是问题 所以摩西在狂言写经的时候 上帝就默示他 第一 庆祝上帝创造天地 天是上帝的宝座 地是上帝的什么 假的地和地上 住在其间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都属于谁啊 以后话 他要赐给谁就赐给谁 上帝要他们按照上帝的法则来管理使用什么 徒地 不光是假男人 包括伊西列人 当他们不按照上帝的律法使用徒地的时候 上帝说 我要把你们什么 突出去 把你们驱逐什么 出境 使你们被毒什么 巴比勒 然后这样徒地就得享安息 这都是按照神的律法 你看圣经是清净什么 出土地 然后我们看到当讲的先知书的时候 先知书 约书亚第一章第八章 这律法书 不可离开你的什么 口 总要昼夜思想 谨守什么 尊行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什么 横通 所以你看到先知书中强调什么 先知书强调什么 律法 先知书强调律法 所以你看到先知书中总是讲的是什么 恐诉 你们犯了罪 当我讲先知书的时候往往讲三有 你们诱惑了 为什么诱惑了 因为你们有罪 你们违背上帝的什么 律法 那我们有罪把我们灭了算了 为什么还拆排先知来呢 你们还可以认识什么 回开耶和华 有恋你 有慈爱 不轻易什么 罚你 他赐下先知 就是恩典 就是恋你 就是呼召我们什么 回开 否则他完全可以不赐下先知 我们犯罪 他就可以把我们什么 离开 上帝赐下先知 赐下使徒 赐下耶稣基督 就是说天国敬礼 你们要什么 回开 和先知的经历 不是天气预报 不是预告世界 今天很多假先知的突出标记 就是预告世界 告诉你哪个世界 什么时候发生 这是假先知的标记 真正的先知 是上帝圣约和律法的检察官 他根据上帝的圣约和律法 提出什么 恐诉 然后让人认证什么 悔改 而且他讲的这个预告预言警告 不一定应验 为什么呢 就像约拿书 你为这大成有话的 多少天多少天要什么 毁灭 但是上帝是警告他们 警戒他们 上帝的心意是让他们什么 悔改 所以先知的预言是让人什么 悔改 尤其是让人在耶稣基督里悔改 不是告诉你哪个具体的事件发生 那根本不是先知的什么功能 那是交诡的 那是算命的 那是占卜的 那和圣经的先知没有任何什么 关系的 对 所以弟兄姊妹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 你就看到我就 尽尽给大家读一节经文 你就看到单一理书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归回圣经 不断的使我们所谓的神医学 使我们所谓的讲道 都归回圣经中的规模 你看到单一理书第九章 第九章的第十节 或者说第九章到第十节 我们一起读 主我们的上帝是恋悯饶恕人的 我们却违背了他 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 没有追求他借仆人众先知 向我们所承明的什么 律法 你看 就上帝的仆人众先知 向以色列人承明什么 律法 先知不讲律法 这不是先知 而且不光是圣经中的 我们做自然科学的研究 我们做社会科学的研究 都是为了发现我们研究领域中设立的什么 法则 如果你研究来研究去 博士生导师 这是给他 这是给你讲故事 你就知道这是坑人的 因为博士生导师科学家 是带领你做科学什么 研究 做这个研究就是研究你那个领域中 有没有没有发现的什么 法则 当你发现那个法则的时候 这叫科学的什么 发现 比如典型的牛顿的万有什么 发现电力的规律 发现其他的规律 这都是科学什么 发现 科学发现就是 发现了上帝设立的什么 法则 所以科学家不管是自然科学家 还是社会科学家 不是去创制律法 而是去发现上帝 已经设立的什么 法则 然后再根据上帝的法则 再重新制定一些 实用时应当注意的什么 方法 这些方面 这才叫真正的科学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当讲到圣著的时候 Holy Writing 有大人划分圣经 圣著第一篇是什么 有没有圣著 就说 耶稣讲的律法上的话 先知上的话 还有什么 诗篇上的话 圣著的第一卷是什么 诗篇 诗篇中我们看到 诗篇中第一篇就是律法诗 第一篇就告诉我们 不从恶人的什么 寂寞 不战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什么 作为 威胁耶和华的什么 对方 重要思想 这人变为什么 优书 但是翻译的还是弱 为什么呢 因为在第二节经文中 讨乱这个词出现了两遍 我们翻译的时候出现了什么 一遍 所以说 应当严格的按照原来的翻译去说 他的心 为喜爱 耶和华的什么 律法 对于他的律法 咒业什么 思想 所以讨乱这个词 在这节经文中出现了一次 还是两次 两次 我们翻译的时候 干掉了什么 一次 那出现两次重复 在修辞学上 是为了什么功用啊 强调 His heart is in the law of God In his law He meditated day and night 他心所爱的 在于上帝的什么律法 这节经文很深 很少人今天能够解开 就说 蒙恩之人 上帝的选民有什么标记呢 上帝的选民 如果你讲标记的话 只有一个标记 为喜爱耶和华的什么 律法 哎 王牧师 你为什么这么讲呢 第一 是什么 不是我这样讲 是谁啊 是圣经这样讲 第二 你怎么解释呢 所有的人都敬畏神 都信神 所以在约大书上讲 个人求告自己的神 所以世上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解 所以当然以色列人是拜真神 但是拜真神也不一定蒙神什么 喜悦 欧相崇拜有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你拜的是假神 不管你怎么虔诚 不管你怎么狂热 不管在加密山上那些外邦异教的假先知 是隔自己的什么 身体 在地上什么 打滚 铺天什么 掺地 看起来敬钱不敬钱啊 哇 人家真是不要命的拜上帝 不要命的呼求上帝 那一看那个先知伊利亚 哎呦 他就很安静的 没有大动作 也不狂热也不分泪 主啊 按照你所允许的 教教佛来 显明你的同志 显明你的信誓和英识 要知道你是上帝 让人看到你是上帝 所以你要和外邦的那些先知相比 一定不是很敬钱的 不是很费锐的 不是很荼荼的 那些外邦先知 他们的敬钱就是为了打动他们的神灵 他用他们的敬钱来打动神灵 做他们所喜欢的什么 是 这就是中国人讲的 心诚则灵 信这有不信这什么 无 所以他们通过自己的信 来打到什么 灵验 他们通过他们的献祭啊 牺牲啊 猪头肉啊 各种各样的献祭 是为了操纵神灵 使神灵能够 使他们逢凶化吉 予难什么 成效 他们并不想认识他们的神灵 他们也不想知道神灵喜欢什么 他们只是想无事不登什么 三宝殿破财消灾 这就叫偶像崇拜 这就叫无术信仰 这就叫迷信 或者叫撒满教 撒满教你这个跳大神的 今天很多教会中有很多跳大神的 不讲神的律法 不讲悔改之道 不高举耶稣基督 总是讲表演 总是就像我吃饭的时候 给弟兄姊妹讲的 天主教 你看那大教堂最中心的是祭坛 弥撒献祭 神父打扮的是辉煌什么 壮丽 给人一种非常强的宗教感觉 靠仪式 靠祭祀不断的献祭 然后基督教新教 新教的教堂中心是讲坛的 而且讲坛上通常放着一本什么 圣语 要到灵音派 灵音派既没有祭坛 也没有讲坛 这有舞台 他那个舞台装饰的影响 灯光 师班在哪里 独唱的在哪里 然后乐坛在哪里 搞的是精雕什么 细朵 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什么 一方唱舞台 一方唱吧什么 他唱的 但是神的道不在什么中间 或者神的道仅仅是一个调味题 仅仅是证明他们 使他们有一种合法性神圣性性 但是他们并不想深入追究到底圣经讲的是什么 没有人真正把神的话当做什么 神的话 和这些方面我们认罪回解 所以弟兄姊妹 当讲的爱族爱人的约法 我就给大家讲到旧约圣经 不关是律法书 律法处于非常显赫的什么 第一位 然后我们看在先知书中显赫不显赫 非常显赫 甚至我们看一件经文 你翻到以撒亚书 在以撒亚书四十二章的二十一节 四十二章的二十一节 找到我们一起读 说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 喜欢使律法为大什么 为尊 这个中国人想象的神灵啊 就是随心什么 所欲 但是圣经中像我们启示的上帝 耶和华上帝是守约什么 是摄 上帝守不守约 上帝守不守法 守 因为上帝的圣约和律法 是出于他自己的兴趣 上帝是圣洁的 所以他赐给我们的律法是什么 圣洁的 上帝是公义的 所以他赐下来的律法是什么 公义的 上帝是慈爱的是良善的 所以上帝的律法是慈爱什么 良善的 所以律法反映的是上帝的什么 性情 反映的是上帝的什么 执意 上帝不会背 可以背乎他自己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基督教 尤其是改革宗 在日内瓦 荷兰 英国 英美 法治重要不重要 一连上帝都说法 所以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 人言什么 平等 但是实际上方方面面不平等 哪儿平等 有的人生下来就在蜜罐里 有的人生下来就在山沟里 有的人生下来上帝赐给他五千两 有的人上帝赐给他谁啊 一千两 一千两和五千两平等不平等 不平等 而且上帝更不平等了 那五千两的再给他五千两 那一千两没用的 把他一千两把他有的也夺走 这更不平等了 我们应该打图好分田地的 但是上帝 有的还要给他什么 没有的还要给他什么 夺走 就是没有使用的 你的恩赐 你的钱财 你的生命 你的青春 如果你不好好的使用 那上帝也要拿去 你不是被真理分销 发光 那你就在那里冒烟 不发光你就在那冒烟 冒烟的火把 你就在那里修坏 他最后也是死路什么 或者是你为真理二十 或者你是为谬过二十 或者是你积极乐观二十 或者你是消极悲观二十 人人按照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却有什么 什么 所以这些方面 你看到圣经中这些启示啊 非常非常深刻 所以西方的法治 连上帝都是守法的 那中国的皇帝 行不上大夫 理不下什么 书人 然后看人下菜爹的 一般的看他撞车了 别找我的事 你知道我爹是谁 拼爹的 坑爹的 都是拼身份的 不是讲法律的 不是讲治的 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就知道 专制国家是一个身份社会 文明国家是一个契约社会 专制国家里身份越高的 越有保障 这个文明国家里 越守约的 越高贵 越得到赏赐 越有信用 越得到什么 重用 所以英国法律史学家 梅因他在写古代法的时候 他说文明就是 从身份到什么 齐 在不文明的国家里 身份是一齐 中国人叫官大一级什么 丞相门口几品官 齐品官 齐品官就是县长 一家那丞相门口的 看大门的 那没有任何资格的 而出几个案子 因为他是靠着 最有权力的人 那皇帝面前 那个太家 太家得罪不得 你知道中国历代皇城 很多皇城是靠太监来什么 最夸的 所以谁越靠近权力中心 谁越有身份 谁靠着太阳越近 谁身上越有什么 光彩 他说这是一个身份社会 老子 英雄 而好汉 一代转一代 但是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 是契约社会 是守约的 但是这个契约 这个守约 所以我们中国人不懂的 我们中国人不懂的法治 所以你看 Federal government 美国的联邦政府 我们翻译成什么 Federal government翻译成什么 联邦政府 这都是不懂的 错误翻译 因为Federal government 是那个Folders government Folders在拉丁文中是圣约的 所以翻译成现代英文 就是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所以美国这个Federal government 就是宪政 就是根据宪法设立的政府 而且这个政府的权柄 都在宪法中什么 民事 而且老百姓 隔州同意 根据宪法 收给你的权柄 就是你的权柄 你不在其他宪法中没有规定的 还保守在隔州 和老百姓自己什么 手中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很多中国官员 他说美国没有联邦政府 只有宪政 宪政就是限制政府官员本身的权力 所以不是说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然后张权的人踢着笼子遛鸟 宪政的关键是把这个官员关在笼子里 使他不能够任意什么 妄为 所以小布什总统就说 就是说我是被关在笼子里 就是说我是在宪政法制的框架中 来行使我的权力 我处处瞧 都不能够穿越这个宪政法制的什么约束 所以你说每一个概念 我们中国文化都不会改变 所以讲到法制 就是我们的法制就是义法治人 就是说我用法律来治你 但是真正的the rule of law 其实不一定翻译着法制 原来翻译着法律的统治 就是说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 都降服在法律的统治什么 我听从美国总统的川普 我不是因为川普这个人我听他 那警察这个灯一亮 我就要车要让要停 我不是因为警察是白人黑人 我是因为他是有警察 他是根据法律授予给他什么权力 我要尊重他这个什么权力 我不是尊重他这个人本身 当然他这个人本身我也该什么 予以充分的尊重 但是我之所以听起来 是因为他警察想要这个什么警权 他有合法的执法的什么权力 所以这些方面 但是当警察他执法一旦违法的时候 不需要他开枪打我 我先开枪把他打 为什么因为他是犯罪什么奋 所以说美国为什么警察比较文明 乱很多的因素 包括这个美国的保守主义宪法的 这个所谓这个宪法修正案的权力 持枪 他美国针天打打 要限制持枪权 那你有个常识的都知道 你怎么限制枪支 犯罪分子的手中总是有些 那你限制来限制去 限制谁啊 限制好人 限制老百姓 限制这个老弱观寡 孤独的妇女的人 如果妇女有一杆小枪 多大的大汗一枪就撩了他 那我不需要怕男人 老百姓有杆枪 你多少警察 我不怕你 如果你严格执法 有罪言我顺服 否则的话你是犯罪分子 我有正当自为的什么 权力各啥无论 不要因为你是警察 你就高于老百姓 你也是在法律的什么 统治之下 这就说 哎呀我们不要 我们加上警察权益 好吧 就说我们学法律的常识都知道 犯罪发生的时候 警察总不在场 警察来都是收尸的 警察来是破案的 警察再有效的犯罪的时候 警察肯定不在场 警察在场更可怕的 警非一家的 所以你就看到 这是赤裸裸的常识 这个很多美国人也不明白 很多中国人更是不明白 所以有的那个 枪制集团说 不是枪杀了人 是人杀了人 这是政治上不正确 这是利益集团的 那我老师穆勒也讲 但是我们强调正统神学 很多人说正统神学 异理杀人 对不起 不是神学杀人 是谁杀人 是人杀人 人杀人 人借着真理来害人 人 保罗说 你看到罗马书有一节经文 请翻到罗马书第七章 第七章的第十三节 请大家翻到第十三节 说既然如此 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 但或不是 叫我死的那是罪 但罪叫的那良善的叫我死 就显出真是罪 叫罪因的诫命显出是什么 恶极了 所以弟兄姊妹恶极了是谁恶啊 罪真是恶极了 但是很多人的解释就是律法什么 恶极了 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律法 显明是罪 显明罪的工价就是什么 死 上帝越禁止的 我们就是禁国分外什么 想 所以本来律法是善的 但是我们心中的学情私语 在律法的刺激下 却纯纯什么 与动 这就显明罪真是什么 恶极了 枪是好的 总是正当什么 防卫 但是你利用正当防卫的枪 再去额外的非法的杀人 那就显出罪真是什么 恶极了 那要对付的不是枪 要对付的不是教育 要对付的不是基督徒 不是教会 那要对付的是罪人什么 本身 现在人悖逆的是 他不去对付罪本身 不去对付罪人本身 他去对付善良的什么 老百姓 剥夺我们正当防卫的什么 权力 这真的是显出 罪真是什么 恶极了 所以说我们看到 耶和华因他自己的缘故 喜欢使律法为大什么 为罪 然后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中 那新约圣经中律法高贵到什么地步呢 耶稣基督在登山保全 天地都要废去 律法的一点一化都不会废去 都要什么 成全 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叫成全 很多人怎么解释呢 既然耶稣成全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遵守了 因为耶稣成全了 所以对我们就废掉了 你还有这么解经的 那耶稣成全律法呢 你就可以杀人 你就可以放火 因为你受洗了 因为你是基督徒 因为你懂得神学 你就可以杀人放火 都不算为罪了 我这开玩笑 常识也不能这么讲 但是错误神学 使人丧失了什么 常识 所以耶稣说 他遵行 有教训人遵行 有教训人遵行 他的天国是什么 是大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晓得 真正强调灵恩的 强调悔改 强调赦罪 强调美德 如果我们再说的更直接的话 在美德中要强调爱德 在圣言中要强调什么 律法 我就给大家读两节经文 一块的罗马书第五章 第五节 这个大家都熟悉了 我就快快给大家读 说盼望不至于羞耻 是因为说赐给我们的圣灵 叫神的爱 浇灌了我们什么 心 让上帝赐给我们神圣大爱 然后在一系解书 请大家翻到旧约圣经一系解书 二三十六章的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找到三十六章二十七节 我们细读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什么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利力 谨守遵行我的什么 典章 和弟兄姊妹 上帝把他的圣灵放在我们心里 目的何在啊 目的让我们遵守律法 今天讲圣灵的不讲律法 就放荡不及 玄之什么 有玄 无法什么 无天 今天这个感动 明天那个感动 啊 今天这个异象 明天那个异象 根本没有任何枉法 根本没有任何什么标准 啊 就像 我也不提哪个教会 这都是我知道的 我认识的 亲自的例子 哇 弟兄姊妹 上帝给我感动 我意向 我们要两年内 必然会建堂 结果弟兄姊妹 大锅卖铁奉献 那两年也没有没有建堂 弟兄姊妹 上帝有新的旨意 你还要是你 坑人 你说坑人 奉圣灵的名坑你害你 多少罪恶 假借真理 假借敬虔 假借基督的名号 什么 二细 所以说你就看到 不要信 基督在这里 基督在那里 圣灵在这里 圣灵在那里 这个假先祭 假基督 各种各样的灵 误会的灵 邪道的灵 是多之什么 有多 真的只有一个 假的是什么 千千万万 真的只有一个 假的是什么 千千万万 所以我们要慎之什么 有慎的 太多的贵诈了 有的人说 我们上帝有一项买教堂 所以说 比如说在中国大陆 我们就 买教堂就是买教堂 因为上帝给我们的一项 那我们跟弟兄姊妹讲 是买教堂 可以关注 也说买教堂 其实真正去买教堂的时候 跟人家说什么的 哎呦 我们买这个地方用 是用于新型产业 这就是两头坑 不信主的人坑一些 明明买了做什么 教堂 教堂是公共建筑的 是设计的公共什么 安全的 是需要看看 那个地方的规划的 有的地方 有的大楼 是不适合大量的人什么 聚集的 因为防水啊 防火啊 温度啊 各个方面 根本可能就不适合 于大量的人聚集的 这个方面涉及到公共什么 安全的 而且我们知道定合同 做律师知道 你这个意思表达要清楚 不能够意思表达上坑人的 坑人的话 这个合同什么 无限 那跟弟兄姊妹讲 哎弟兄姊妹 我们就告诉他们 我们就是买教堂 上帝的旨意让我们买教堂 上帝说 帮助我们 顺序抵达我们 哈利路亚 所以这都是 都是我们知道 网成主的什么 上帝断不一致为什么 无罪 当然我们巴不得 我们也希望 我们也相信上帝 上帝练你 上帝练你犯错误 上帝是长期忍耐 很久什么 忍耐 上帝如果按照我们的 罪来救他 我们没有人在上帝面前 站你的什么 主 但是我们这种 伤天害理 两面什么 三道 信主的人也坑 不信主的人也坑 最后还是奉圣灵的名 有异象的 太可怕了 所以你又看到 耶稣 耶稣来的时候 不是拆毁了罗马帝国 也不是拆毁了西律的 皇权暴政 耶稣说 将来 这大厦 这大楼 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什么 原地 因为耶稣说 这殿 你把为万一带倒的殿 变成什么 贼窝 耶稣说 变成贼窝了 那没错说什么呢 何等辉煌的殿狱 你看耶稣说是贼窝 那没错就说 这是何等辉煌的殿狱 一条心不一条心啊 根本不是一条心的 耶稣说 我明明说变成贼窝了 你们还是眼睛 眼球盯着那些 伟大的 亮丽的 钢严的 看得见 摸得着的 所以耶稣说 赶紧你们拆 最后拆到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什么 原地 当然也有的人解释圣经 现在耶路撒冷还有苦墙呢 那说明这个预言指的不是那个苦墙了 这也是扯进 为什么呢 将来练一块石头不留在原地 这就是修辞 修事 夸张 就说这个圣殿就会完全被什么 拆毁 那事实上这个圣殿也完全被什么 拆了 这个预言就是什么 就一面 所以解经 我们只能够一经解释圣经 我们不能够根据我们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圣经 但是无论如何 弟兄姊妹 你就看到在七十路 我就给大家读件经文 这样我就给大家表明啊 在圣经中 这个律法和福音的平衡是何其重要 我们现在如何放弃律法和福音的平衡本身 你就看到我们在读这个十四章 第十二节 十四章十二节 找到的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圣徒的人呢就在此 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什么真道的 所以圣徒就有两大标记 第一大标记是什么 守神诫命 你不守神的诫命 不承认神的诫命 什么都别说了 没有标准说什么 你俩神的诫命都不承认 那能谈罪吗 因为罪就是违背神的什么诫命 那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 那就是为我们成全律法 这个意就是合乎神的诫命 不是我们合乎神的诫命 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合乎神的什么诫命 如果你连神的诫命 神的律法都废掉了 我好小子 你连上帝的律法都敢废除 那你比上帝还什么 现在教会中充斥的很多很多人 他是老子天下第一的 他不敢这么讲 但是他连上帝的律法都会什么 废除 那我们作为美国公民 我们能够随随便便废除美国的法律吗 你没有这个废律 你没有这个权力 你根本没有这个权力 所以我们作为受造物 我们怎么能够废除神的什么律法呢 那耶稣基督说一点一话都不要废弃 我们却说全部都要废弃 一点一话都不会保留 所以你看那人的刚硬 悖义 错命 会到什么程度 那我常常讲的比例 就跟那水虎传里讲的 水虎传我们是老家山东老家 水虎传里讲的都是英雄好汉吗 都是土匪 但是我们讲是英雄好汉山东好汉 然后土匪窝还写个挂个牌子 巨义厅 他不会写土匪窝 他写巨义厅 然后就是公义堂 主恩堂 恩典堂 写的都是巨义厅 然后这个明明是杀人忘火 他挂个什么旗子 替天行道 你看这些土匪多属灵 神学多正确 政治多正确 多会搞宣传 多会搞包装 一副水虎传写进点人生的 这个丑路 人性的什么 贵诈 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慎之什么 没有慎的 而且讲到这个世界历史最高峰 但其实诺讲 最高峰的时候 上帝借着耶稣基督 审判什么 世界 然后审判世界的时候天开了 天庭中出现了什么 约会 天庭中出现了上帝的什么 约会 所以你就看到圣约和律法 重要不重要 至关什么 从初到中 都是以神的律法为什么 标准 从律法书最终又到什么 律法书 甚至我们从新约的两观来看 当耶稣基督被钉死世纪下的时候 至圣所的慢 是什么 开了 立下开了 从此我们都享有大祭祀的权名 我们可以坦然无极地来到至圣所 进入至圣所来到神座前 但是弟兄姊妹 那个试恩座底下是什么 是约会的 约会里面有什么 有法版的 今天的很多人只要试恩座 不要约会的 你看恩典 恩典 恩典 廉价恩典 这恩典那恩典 但是根本没有守约的意思 这就是没有约会的 那也有很多改革东西讲约会 但是从来不讲什么 律法 有的人讲律法 但是讲律法的时候不讲刑法 觉得一提到刑法就太残酷了 甚至美国欧美社会盛行的 包括中国很多基督徒律师盛行的 要废除什么死刑 他们把犯罪分子不当作犯罪分子 把犯罪分子当作是病人 当作是受原生家庭 受不公义的社会的伤害 所以他们更配得我们的恋虚和一致 而不是受到法律公义的什么准备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法学 甚至整个的欧盟的法学 中国的法学是极其的败坏 极其的什么福建 整个社会的问题 整个司法的腐败 很多方面是素人挺贵的 你就看到美国总统大法官当选 很多女的排着队 她强奸我了 你说她做法官做了几十年 你怎么不早告她 当人家提名的时候 这强奸那强奸 最后还是当选为大法官了 你怎么不继续告她 你说在堂堂的这个医院 就这样作证 然后还有人花钱支持她 给她十万 给她几十万 给她上百万 这美国无言什么 这样子 所以不要认为到了美国就到了天国 不是的 美国至美美在境遇上帝 何时偏离上帝 何处偏离上帝 尤其是偏离上帝的圣约和什么 律法 那就会显出人性的丑陋来 就会显出政治的什么 误会 那个时候政治家就变成了无耻的什么 政客 那个时候这个民主统治就变成暴民什么统治 这些认识的认识 对 这个弟兄问的这个问题很好 但是就是今天我们有些概念没法一一细讲 其实每个核心的概念都要有一个什么 界定 定义 我们做博士论文 说是论文 写论文首先 关键名词都要有什么 定义 或者的话没法展开的 但是就这个律法这个定义讲 大而言之 认识 我们英文就翻成instruction 有的时候翻成什么 训回 所以从训回的角度 言之整个圣经都是什么 律法书 大而言之 从训回的角度 但是认识有的时候又是特指摩西什么 五经 所以摩西五经又被称为什么 律法书 然后这个犹太拉比 就把这个上帝在摩西五经中的律法书中有关的诫命 negative禁令 positive 吩咐 禁令就是禁止你不要做这个事情 吩咐就是可以你应当做这个事情 应当孝敬父母 不可犯见义 negative和positive 所以犹太拉比就把它总结为613条 613条不好 但是在一个清教徒基督教立国的国家竟然选不出基督徒清教徒的后遗做法官 这就说明这个防御基督律 使得教会一定不能够培养法律人才 因为我们连上帝的律法都废了 那人的律法谁认真去研究 而且在美国法律常识上 因为这个方面我是做研究的 神的律法叫hier law 叫高界法或者是高界法 所以这个独立宣言作为美国的建国的原初的历史性的典记 它不是引证宪法 也不是引证议会的法律 是引证是造物主 赐给人这样的什么权力 所以我们认为一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对佛教徒不是不言自明的 对于伊斯兰教徒他不是不言什么 那伊斯兰教徒今天就赤裸裸地宣传 我们你如果不信主的 伊教徒我们就可以把你杀掉 但是你们对我们应当宽容 哪有这样讲的 但是他们就赤裸裸地这样讲 今天你能进卖家吗 他外包人他不让你进卖家的 那移民什么移民问题啊 那属于要几个男民啊 那旁边的沙特阿拉伯 那伊朗 那约旦 那么肥 那么富 人那么少 他们都是穆斯林弟兄 为什么不让他们那去啊 那跑到美国来 跑到德国来干什么 那不是一家人 不要进一家门 跟人打架干什么 偷一切的东西来 干啥的 这就是非议所 是违背常识的 你想想是这样 有的时候我小孩子说 哎呀 这个川普真坏 那他就这个 限制人家移民进来 我说孩子啊 咱们不要讲 公立学校怎么讲了 我说坏蛋 咱们能让他到家里来吗 坏蛋不能来 我说合法移民能来 非法移民能来 哦 也不能来 我说朋友能来吗 朋友也不能都来 也得约好 放在照不下 我说这是commit science 但是一经常洗脑 然后就不晓得就搞出什么结论 真的是脑残脑残 但是律法 然后再看到 犹太拉比 就总结为613条 那犹太拉比 613条太难记了 你能给我少一点吗 十条 十条是指哪个 十条戒例 十条戒例 对不起不对 我一般不用十条戒例 因为在西伯拉文 10 word 我们翻译上叫十句圣言 如果根据中文好的翻译叫 约法十章 因为十条戒例不是十条的 你比如说不可拜偶像 不可买偶像 不可制造偶像 不可跪在 好几条戒例的 比如说安息日 六日劳碌做工 这是一条戒例的 第七日休息 这是一条戒例的 不管你自己休息 牛羊扑鼻都要什么 休息 这些是一条戒例的 所以说不管是不可拜偶像 还是安息日 都远远饱含了不止一条什么 戒命的 所以我们不是十条戒命的 是约法什么 十章 也就是宪法十大纲 这十大纲领观世道 所以我们不具体讲实戒了 有的人 但讲到律法上 我十条也记不住 记两条 记哪两条 最大的戒命 是尽心尽性尽义尽力爱上帝 其次也是想法 就是爱人什么 如己 所以这是律法和先知教训的什么 走开 两条记不住 你讲 把神的奸命归为一条 哪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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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属灵了 爱神是宗教正确 宗教正确 但是神讲的是 其次想法 讲得更准一点 爱人如己 是字句上正确 但是原文上不正确 道义上也不正确 因为 Love thy neighbor as yourself 就是爱你的灵舍 如同爱你什么 自己 所以《诗条界面》中设计的三 爱 一是爱上帝 第二是爱灵舍 但是最基本的是爱自己 如果练自己都不爱 这人就疯了 有的人说没疯傻了 这人练动物都不入了 动物要有自我保存的 什么 自我保存 这是最基本的自然法 这是人性 所以说我们爱灵舍赢的 就像爱你自己一样 什么 爱灵舍 但是我们翻成爱人如己的时候 就好像毫不 毫不利己 毫不利己 毫不利己百分利人 这是假大空的 那圣经要讲的不是假大空 圣经要讲的 要爱你的灵舍 解释的一个定义是 谁是我的灵舍呢 在这个地方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解决的人 解错了 讲错了 为什么我们说讲错了呢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决心呢 好撒玛利亚人 那个犹太人被什么 打了 然后又立位人过去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人 祭祀过去 就是说不管是立位人还是祭祀人 从血缘上他们是什么 以色列人 从宗教上他们是一个什么 宗教 严格按起来他们是一家人 他们是什么 灵舍 他们都住在以色列 都是熟悉的 都是一家人 都是灵舍的 但是那个撒玛利亚人 其实是不是住在以色列 不是住在犹太地的 撒玛利亚人是住在犹太地什么 之外的 所以从这个物理距离上来讲 撒玛利亚人是灵舍 不是灵舍 而且犹太人也看不起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家是搞砸懂 这个没有别的讲法 就这样骂的 就搞砸懂 就砸懂 所以你就看到 这个真正的物理上的 血缘上的 宗教上的灵舍是谁啊 祭司和利亚人 但是那个祭司 不管不顾过去的 利亚不管不顾什么 过去的 那撒玛利亚人动了什么 死心 爆炸他的伤口 还留下钱 最后又回来什么 看他 那耶稣就质问那些人 你说 谁是那个被打的人的灵舍 谁是被打的灵舍 大家都知道 好撒玛利亚人 所以这个灵舍不是你的血清 灵舍也不一定是教育 灵舍也不一定是神主 他们也不一定真的是帮的 但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 所以说 如果说对这个被打 被离弃 有被医治 被挽回的人 他要报恩 他要爱灵舍 如同爱自己 他爱谁 撒玛利亚人怎么帮我 也都是鬼诈 怎么帮我都是打走 这是没有常识 所以说从常识的角度讲 谁是他的灵舍 我们都知道好撒玛利亚人 所以对于这个被打上的犹太人 他要爱灵舍 如同爱自己 那首先爱谁啊 爱那个对他有恩的好撒玛利亚人 所以这个爱灵如即是什么意思的 你不要讲假大空的爱 就是对你有恩的人 你先要报恩 对你有恩的人 你就不报恩 你就说 我咱们爱仇敌 胡扯 我爱世界上一切的灵魂 你爱得过来吗 所以我们都用这种假大空的宗教口号 来把自己显得伟大光荣正确 但是其实都是自欺什么 欺人 也不合乎神的心理 所以一个人只要有个感恩的人 先从报答那些对我们什么 有恩的人 在圣家有恩的对你 第一个有恩的 关于人的第一条见面 孝敬父母 父母的养育的什么 恩情 谁言寸草心 报得什么 然后不可犯奸淫 一日夫妻什么 夫妻之间是一同承受生命 真的 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 大概有的时候父母也有问题 但是我通常而言 如果连父母都不孝敬 连夫妻都不感恩 都不忠诚 却说我爱仇敌 我爱全世界所有的灵魂 这就叫宗教什么 宗教表演秀 作秀 但是这种作秀的多知什么 但是我要给大家解释 你就知道 不是爱人如己 不是爱说的人 是爱灵什么 如己 那个灵蛇不是你旁边的人 不是你的敌人 不是反对你的人 甚至不是你的血情 是那个先对你什么 有恩的人 如果对我们有恩的人 我们也忘恩什么 无以其他的灵魂 所以这就是常识 这就是人情 这也是天理 天理什么 人情 所以上帝的律法可在人的什么 心理 不要伤天害理 违背什么 人性 这是重要的 好 所以当讲到律法的时候 大而言之 训回整个圣经 然后再小而言之 律法书 摩西什么 五经 一十三条诫命 然后讲到十条诫命 然后讲到最大的诫命 然后讲到其次一件事 什么 想法 就是最终落实在 要爱灵什么 如己 一个人要有感恩的意识 一个人要有什么 报恩的意识 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时候 犯罪就是忘恩什么 不义 真正的 真正的 人生 就应当是感恩 什么 这才叫有情 什么 有意 千万不要无情 什么 无意 最重要的不是义本身 最重要的是情 没有情 没有情 也别讲什么 所以你看夫妻离婚 也不讲婚姻法的 哎呀 你违背婚姻法的 哎呀 你不爱我 你伤害 你藐视 我给你的爱情 所以夫妻闹的关系 从来没有说是查婚姻法去的 不用查的 查什么婚姻法 夫妻闹 毛对夫妻离婚 夫妻背叛 就是无情什么 不是婚姻法的问题 也不需要查婚姻法 毛病在哪里 都知道的 就是无情什么 而无意义 所以律法的功用 刻在人的什么 哎 心板上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晚上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留下五分钟的时间 看看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 好吧 所以说 遵行律法不能够尽进遵行经义 就说既要遵行经义 也要遵行细节 只所以遵行经义 因为耶稣说爱主爱人 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什么 总当 只所以遵行细节 因为耶稣讲 那律法上最小的一条 我们读这个 以大家读到这个马太福音 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第五章的 我们看到 第十七节到十九节 好 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 你们读一下 一二三 我是在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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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讲到 遵行律法 甚至遵行 诫命中最小的什么 一条 那你有没有查考过 什么叫 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为什么不知道 耶稣不是说 哪怕遵行的最小的一条 要精准 但是我们都从来不查 所以我们基本上 对于神的这些真理是 是而什么 不尽 这就是经义教会的问题 而且靠着主的恩怜 我绝对相信大家听这课的 是比较认真的 是想真正学习的 但是就是我们这些 比较认真的 学习神学的 其实我们也是有选择的 那是 而最小的一条 我就给大家翻到生命记 你看到 在生命记的二十二章 最小的一条 第六节 二十二章第六节 找到一些读 你若路上遇见鸟窝 或在树上或在地上 里头有橱或有蛋 母鸟浮在橱上或在蛋上 你不可连母带橱一并取去 总要放母 只可取橱 这样你就可以降服 日子得以长久 如果中国人掏鸟窝 那母鸟肯定要把它抓住去了 鸟蛋呢 肯定也不放过 雏鸟呢 也不放过 所以你掏了鸟窝 你掏了这一遍以后 后代人就没法掏鸟窝了 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就搞的是断子是吗 就是 所以你看掏鸟窝的时候 也显出人的野蛮 人的贪心 但是如果像保罗讲的 如果不是律法说这是贪心 我怎么知道什么贪心呢 如果不是上帝的律法说 你掏鸟窝的时候 也要注意生态什么 平衡 那不要你中国人在过去吃光喝光 天上飞的 地下走的 水中游的 都吃 最后造成一片生态在那儿 但是你要到美国来到加拿大 看到欧洲很多国家 看到对这个鸟类 对这个乌龟 甚至对蛇 对各种各样的保护 重要不重要 这是来自哪儿 这是来自圣经 所以这个目前的生态平衡 美国之所以有这样优美的环境 什么保护 都是因为来自什么圣经 但是我们都是身在福中不知所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人 为什么西方的文明 不光是尊重人 还尊重鸟 还有人权 还有animal rights 还有动物也有权利 为什么呢 上帝不光是与人立约 上帝还与鸟立约 那个挪亚之约有没有动物 上帝也与动物立约 所以当我们见到彩虹的时候 上帝不光眷顾人 也眷顾着飞鸟什么走路 这是天赋世界 飞鸟不仅仅是为人设的 是上帝为呈现他的什么 荣耀设的 所以我们可以欣赏 可以享受 但不可以烂财什么 烂财 你说这最小的诫命好不好 精致一点一花 这才能够塑造什么 文艺 魔鬼在于细节 文明也在于什么 细节 但是今天我们之所以 神说丧失的力量 就是因为我们丧失的细节 丧失的精微 然后最后搞的就是假 大什么 空 表面上看起来伟光正 共产党搞这一照 我们也搞这一照 都是意识形态 都是政治正确 宗教正确 所以求神保守我们 使我们更多的归回 要以心灵和什么 诚实来敬拜上帝 好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好 你好 是 是 还是绿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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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给大家讲到 中国人也讲 顺天者什么 昌 逆天者什么 亡 多行不义什么 必自毙 天网恢恢 数而什么 不露 这些都是基本的规律的 上帝都刻在人心中的 信主的人这样信 不信主的人也是这样信的 你什么 祸罪于天 空中无所什么 导演 你连天老烟都得罪都不怕 举头三尺有神明的 没有敬畏之心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什么 重要的 这个方面就是 我以后也许有机会给大家讲 就是按照圣经的启示 按照罗马书的启示 按照这个海德堡教理文达的启示 讲到的规模是 律法 福音 律法 先讲律法 因为律法是迅蒙的什么 师父 把人带到基督的什么 面前 所以讲到律法 福音和基督才有含义 才有意义 如果不讲律法 不讲犯罪 不讲罪的公诈就是死 那基督的死 没有任何什么含义 设罪没有含义 悔改没有含义 分别为圣也都没有含义 又没有标准 还什么 这是宗教体验 这是宗教感觉 然后信了耶稣以后 那耶稣说 如果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 耶稣又把我们带到律法的面前 叫我们分别什么 为圣 所以清教徒就有一句话 我今天晚上就用 清教徒Botin 他写的这句话 他说 律法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 让我们因性什么 称义 基督把我们带到律法的面前 让我们因性行义 或者是分别什么 为圣 因为基督讲 你们的义 若不胜过 文学和法律再有的义 是断不能进什么 宣布 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就是 空讲因性称义 但却没有真正的因性行义 那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 使的 所以求主 使我们能够不断的归回圣经 访问古道 真正进入得到 纯正话语的 平衡的 整全的 有机的 一贯的 一致的 一贯之的 那个体系才有意思 好吧 我们在这里 好 我们请徐光荣在不在 点赞 得到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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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